台湾艺人敌英之子,18岁的孙安佐,在美涉及恐攻威胁最被捕,现在警方从他的住处搜到更多证物,包括1600多发子弹以及一把九公分手枪。 警方表示,我们不断思考,他正计划着什么可怕的事。 但是,孙安佐住处内心发现了1600多发子弹,包括425发X-47子弹,295发A-25子弹,225发散弹枪子弹,第八九公分手枪与663发手枪子弹。 调查人员已经将所有证据呈交给联邦政府,并与国土安全部会面讨论进度。 警方很感谢出面检举的学生。 当地居民也非常肯定警方执行逮捕恐怖分子。 国外媒体还引述台媒报道,只孙安佐在台湾也有行为布检记录。 警方之前在他的房间发现了军用防弹背心,可惜子弹是背包,加装瞄准器的强力十字弓与弓箭,289公分子弹,可用于S7G AR-15的支架等。 他还曾用学校发的iPad在网络上搜寻如何购买S7G AR-15两种步枪。 这些都让警方怀疑他正进化可怕的行动。 孙安佐不是美国公民,却能短时间内搜集到这么多武器。 我们干嘛关心他?当然。 他18岁,他真的有问题。 警方表示,校方及警方通知孙安佐的寄宿家长。 他已构成校园威胁。 将展开调查时,职业为律师的寄宿家长很快将孙安佐房间里的大量枪弹移走。 企图藏匿,现在警方还在调查寄宿家长的动机。 目前占无控队,但能查获这批枪弹。 消息来源并非孙安佐或其寄宿家长。 兵州法律规定,无认移民不可购买枪弹。 合法居民买枪弹无论网上或于实体店买枪弹。 均需通过犯罪记录调查。 不需特别许可。 孙安佐持留学生签证,属合法居民,也没有犯罪记录,所以合法上网买枪弹并拥有。 所以目前仍维持一项恐怖威胁控罪。 孙安佐前任律师Enrique Le Toysen曾表示。 他不了解美国文化,在校未被霸凌,没有犯案动机,说要扫射学校,只是开玩笑而已。 但根据现在的证据来看,似乎已经超过了开玩笑的层次。 兵州刑法律师王玉明表示。 如果证实孙安佐有口喝意图,那这些枪制弹药就属于非法持有。 不过那些枪弹就在寄宿家庭中。寄宿家长有权处理,除非证明有共同意图,并不够成共犯。 目前孙安佐还被击押在兵州德拉瓦郡监狱。 整起案件将于11日开庭审理。 请立即考虾审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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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